大家好 这期我们继续讲一个普通人是如何成长成世界冠军的 中国电竞第一人Sky李小峰 是如何从一个小城市的普通人 变成蝉联两届WCG世界冠军的电竞一哥的呢 如果仿照电竞的训练体系去学习其他技能 普通人可以变成特定领域的专家吗 李小峰的经历堪称传奇之旅 30多年前Sky成长于如州鱼龙混杂的东关区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当时周围的环境让他与好孩子无缘 很早就混迹网吧 开始他在老家小城市的网吧中与别人对抗游戏 虽算得上是一只独秀 但等他到了15岁去D级时参加网吧比赛时 就开始被选越了 后来夜夜通宵 苦练了一年多 又去西安打了次网吧比赛 仍旧是惨败 哪怕加入了战队也曾因成绩不好惨遭抛弃 其中有太多势力可以证明了 Sky的电竞水平也许在同龄人中算得上极其出色 但他不是天才型的选手 至少不是天生的世界级的天才 而我这次更想分享的是 他的练习历程和强大的意志力 其中也确实折射出了很多关于个人技能科学训练的底层逻辑 多数人只要有针对性正确的练习某个技能 都可以达到常人不可企及的高度 而我也会在这期视频里推荐一些书 分享一些脑科学的理论 2002年年终 Sky17岁 他在洛阳一专前两年的时间 长期在网吧通宵 为了上网 每天吃饭的钱也尽量控制在两三元内 而参加的所有小型比赛 就因为拿名次交通费又欠了室友近百元 外债高企 正当他不知如何破局时 他的同战队同校好朋友逍遥给他带来了转机 逍遥为他找了一家可以免费练习的网吧 Sky终于迎来了可以随意练习星际争霸的时刻 困了网吧也允许他并排几个椅子当床铺 因为他习惯白天睡觉 所以有时也会躺在网管的床上小睡一会儿 醒了就玩玩累了就睡 到最后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困什么时候不困了 有些时候在电脑前玩着玩着也会突然睡着 而Sky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他将迎来自己的第一次质变 这家网吧正帮助他从小镇顶尖水平 向省级水平飞升 产生质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这时他这支半职业战队开始有了外联人员 Sky可以开始跟一些真正的省级以上的高手 频繁练习了 比如罗贤F91孙一峰 现在江湖上有传言说Sky是因为星际输给孙一峰才转型打魔兽的 这个说法其实完全不属实 李小峰在职业生涯早期 星际水平比较稚嫩的时候 正规比赛中的确输给过孙一峰 可那会Sky还未成年 后来等03年盖哥和孙哥都打星际的GUC比赛时 盖哥的成绩是优于孙哥的 另外我还是觉得孙大哥说自己魔兽无敌要双兵营暴女猎 结果没造了猎手大厅更搞笑一些 再有就是魔兽争霸3初期的战兽大师 吹风流的发明者Magic Yang 在02年也是一线星际选手 当时Sky也有幸与之交手 后来Magic Yang与BBC在游戏风云为大家奉献了无数精彩解说 Magic Yang出生于上海 半年前我们刚好在一起喝奶茶 他说其实早期上海电影圈也是蛮艰苦的 条件也没比中西部强太多 这些则有机会再说吧 在2002年下旬 Sky见识了国内众多高手后 他的星际又有了一段突飞猛进 有一种练半年顶过去好几年的感觉 任何领域这个世界上只有0.01%的人能够成为很强的大神 而99.99%都不那么的厉害 为什么李小峰之前练了好几年都没突破 偏偏这半年就突破了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 先给大家讲个有意思的知识 很多人对练习或者学习存在一个思维误区 就是只要我努力了就有收获 没有收获就是投入的时间不够 几乎人人都听过一个定律 叫一万小时定律 是说在任何领域 只要你投入一万个小时以上 你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其实这是不科学的 也没有学术支撑 学认知心理学的朋友们几乎都吐槽过这个定律 因为提出这个定律的人 叫格拉德威尔 他其实是一个记者 也并非心理学家 心理科学史上从来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 为什么说一万小时的努力必将成功吃一种毒鸡汤呢 其实有很多反例可以证明 比如生活中 很多小饭店的厨师 做菜的时间都在一万个小时以上 但并不是都成了亚洲大厨 很多老会计做了一辈子账 但是让他去分析上市公司的财报依然不会分析 如今任何一个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 你毕业后进到乐团里 待上三四年 基本人生总练习时长都能到一万个小时 但也不是人人都是演奏大师 那什么才是一个人进步的关键呢 通过Sky的描述可以得知 在2002年前Sky提到训练的关键词基本只有努力和勤奋 但来到这家网吧后 他开始使用了刻意练习的练习技巧 Sky说当时他开始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标准 每一次见面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三秒 必须在三秒内把所有操作做完 然后迅速切回其他的地方 这是相当难的 我们无从得知Sky是怎样开悟选择了这种方法 但这个方法很重要 表面上看是练手术练操作 其实也是在练习意识 因为三秒内如果想做出正确的决策 需要的是大脑累积大量的模型 不经推理下意识做出反应 在Zanning比赛中 不同的对战局更像是一个个模块 你把模块记住了 下次就不需要思考了 类似有国际象棋 你要想成为国际象棋大师 必须能够在常识记忆系统中 储存5万个以上的棋局总块 甚至学校的学习也是如此 比如高考数学在140分以上的人 他看到题干后不是漫无方向的解题 而是能先定位这个题考察的是什么知识点 另外Sky打电竞逼着自己三秒切一次屏 其实也意味着要关注到地图的各个位置 也是对大局观的一种培养 可以让游戏中的孤立事件更统一的为全局服务 比如大法师带着步兵 野外碰到了电阵该怎么办 如果家中同时在开分框该怎么办 如果二英雄同时也在练集又该怎么办 这样其实会让选手在多个局面下做决策的能力越来越强 速度也越来越快 在当年星际魔兽这些RTS游戏要控制很多个单位 要是你切平操作 我们都管这个叫做多线操作 还记得我在初高中的时候相当的中二 看到木瓜盖可以多线操作就幻想着 把自己也练成一边玩游戏一边背单词的大神 这不比那些体育课还带着输的人六多了 实际三星二亿根本不靠谱 因为那些电竞选手也只能做到切换大脑的状态 人的大脑根本不可能同时专注思考着两个事 02年的诺奖得主 Daniel Kahneman就研究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哪怕你一边听课一边赚个笔 都会消耗自己的注意力 所以电竞选手多线操作的能力 本质上还是一种反应训练 在复盘了SKY02年前后比赛与对战的成绩后 我个人推测 通过新的训练方法 SKY的电竞水平提升的效率 应该是以前的十几倍 2012年还有一个变化就是 采用ADSL宽带上网的用户大幅增加 暴雪重视了在匹配机制上的研发投入 哪怕你是电竞新星 只要成绩优异 都有机会与世界顶尖选手对战 就算匹配不上 也能找人要QQ了 比如2001年获得WCG世界单打第四名的CQ2000 在SKY要到他的QQ后 对方竟然同意跟他切磋 打了很多盘 SKY无一胜计 虽然此时他看CQ2000 更像是看天上的流星 但好像又能隐约的 跟随着流星的脉络与诡计了 而一年前这些ID 仅仅是传说般的存在 SKYZ也说 在当时无论高手是多么生气凌人 自己都不要有任何想法 不要哀求着他 跪拜着他 哄着他 骗着他 一切都是为了让他能和自己打上一旁 因为他觉得终有一日自己也能徒手摘星辰 SKY是真的意识到了和顶尖高手对决的重要性 而这也是达到刻意练习的必要条件 大家也可以去看这本书 总结的非常好 脑科学家们也有研究 成为某领域的大神 需要刻意练习的方法 乘以更多的练习时间 决定一个人能力层次的 并不是此人知识量的多少 是你的思维模式 是你能不能给自己找到 不断突破舒适区的训练模型 这个也挺好理解的 毕竟现在社会这么卷 有毅力做大量重复动作的人 还是非常多的 而刻意练习的探寻与优化 主要靠三点 一 每次练习都确定 略微高于舒适区的目标 而不是机械性的重复 并不断改进阶段性的目标 二 尽可能的找到这个领域的高手 或优秀导师 跟你一起改进算法 三 同时尝试分析自己 与这些顶级人才的差距 明确自己的最终目标 这三点大家可以收藏 真的特别值得大家好好体会 SKY在02年以前 虽然经常练通宵 但以上三点 却没能很好的满足 所以成绩就相对普通 也是在2002年的7月 暴雪推出了 魔兽争霸3混乱之志 这个创造了 Metfrog Grabby Moon 苏浩等传奇ID的游戏 也在SKY的人生中出现了 三个月后 L将基于魔兽地图编辑器 推出Defense of the Asians 这张地图 另外 Three Corridors 这张地图也在酝酿当中 会在一年内推出 后来我们中国玩家 管它叫成海3C 非常可惜的是 这些有趣的魔法地图 过了好几年后 才进入我的视野 多数玩家 也是先玩的冰封王座 还记得当时自己 最喜欢打50%的 电脑研究战术 魔兽争霸的电脑 比红警厉害得多 红警 大家都可以轻松地 在北极圈地图炸桥 然后挑战7个冷酷的敌人 但在落单轮的大路上 打赢令人发狂的电脑 根本没那么容易 多数情况下 还是得靠 Great is good 这种作弊密码 或者在被电脑疯狂殴打时 打入一句 Who's your daddy 告诉电脑 老子才是真正的爸爸 后来我因为难以成为 对战高手 才去玩的RPG 什么守护雅典娜 守卫剑阁 人走村大战 逃出恐龙岛之类的 记得很多防守图 大家都是无脑抢剑胜 狂吃敏捷书 然后体验一刀999秒 半个屏幕的怪 简直拯救世界的感觉 但是02年的李小峰 依然一直在征战星际比赛 又一次朋友逍遥给他除车费 让他去参加了河南郑州的 起跑线北星际大赛 实际这个比赛很效忠 比赛场地也很不正规 在郑州一所绩效的教室里 但Sky在这里获得了人生首个冠军 并且获得了300元的冠军奖励 这对他来说算是一笔巨款了 回洛阳后 Sky靠这些钱还了一些外债 并请逍遥和其他伙伴大吃了一顿 这个冠军完全驱散了他心中的阴霾 Sky开始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动力 甚至直接把目标定为了 一定要参加2002年的WCG 他进入到了疯狂的练习之中 但很快又会迎来新的噩梦 因为他去医院的实习期到了 本身阴血的Sky自然是对实习生涯各种不适应 感觉又离电竞越来越远了 而2002年的WCG分赛区预算赛已经开始 河南没有分赛区 离他最近的赛区只有西安 可他之前曾孤身一人去西安参赛 大量的交通费换来的是失败的泪水 最终Sky还是决定向并不富裕的家庭求助 他答应父亲 如果这次拿不到任何名次 一定不再碰电竞 努力实习 老老实实做一名医生 也不再玩游戏 父亲脸色先是惊讶 然后还是掏出了300元钱 那会儿Sky全家一个月收入 可能也就一圈圆 家里还好几个孩子 Sky无比珍视这个机会 擦拭了自己的滚球鼠标 再次坐上了去西安的火车 他知道这次他必须拿到西部赛区冠军 拿到三千元奖金 才能给父亲一个交代 而且将消息公布给了他认识的所有人 他相信自己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任人宰割的Sky了 但到了现场他才知道 竞争远比他想象的激烈 比如湖南最有名的战队队长 Star Luna竟然跑到西安参赛了 这几乎等于自己拿分赛区的冠军概率很低了 因为之前在网上就与他交过手 几乎没怎么赢过 只好先想法稳住前三争取到出现名额 还好Sky第一场队的并不是一线高手 是西安本土战队的Hope Terrain 对阵地图是星际的Lost Temple 后来魔肉侦霸3也有一张著名的地图 叫Lost Temple 再后来还有个著名的RPG叫LT3C 我还挺爱玩的 Sky自信满满的在这张地图选了神族开分框战术 然后瞬间把比赛给输了 是的就是这么快 千算万算也没想过自己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明明改进训练方法 与顶级高手练了大半年 却得到一个一轮游的结果 比上次来西安还惨 想给父亲立下的军令状 以及回去后周围人可能会有的嘲笑 Sky的泪水再次夺旷而出 此时的比赛场地是三楼 他直接走到窗口准备从三楼跳下去 因为他当时内心划过一个想法 只要跳下去 摔个骨折 最好是手臂骨折 这样以后再也不可能打星际了 也不需要因为星际而痛苦不堪了 幸好与他同行的人大海 Sky别跳 然后将其拦下 回家后 父亲不在意他的无功而返 只在意他事先不碰电竞的承诺 Sky在家待了一个月 想法却变得异常的清晰 他要立马爬起来 拍拍衣服 想法继续前行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复原力 就是面对重大失败挫折后 适应并从底部反弹的能力 而复原力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高复原力的人 也习惯于放大生活中小事的幸福感 连美国心理学家艾美维尔纳也曾研究过 提升复原力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来自你家庭成员之外的某个朋友 在关键时刻给你的建议 与上次的失败不同 Sky没有选择自闭 而是选择了向朋友倾诉 也因此他确定了自己的实力 无需怀疑 他要在2003年证明自己 可好友们给了他一个疯狂的建议 想法去武汉靠中部赛区的成绩 再次参加2002年的WCG 我才还担押了 其实这在WCG的头三年 属于一个灰色地段 在Sky往前两届都有选手 参加多个赛区的情况 很多一项选手也都会如此操作 赛事组委会在初期也知道这个情况 采取了一种默许的状态 Sky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刻决定筹借路费 与另外两个队友启程去武汉 他从发小外加一个战队的老队长那里 总共借了220元钱 在武汉下了火车后 人生地不熟 身上的钱买了返程票 再扣除报名费 也剩不下多少 所以只好找个简易的小旅馆 此时武汉下着朦朦细雨 走了许久之后 Sky竟然感冒了 找到一个简易的猪处后 只觉得又饿又累 全身酸软无力 队友想帮他买药 但一个药要好几十啊 Sky肯定是没钱买的 就选择先不吃药 最后还是队友给他买了个冲击 紧接着Sky坚持打了两天的比赛 这两天的比赛 他很多细节都没提 只说在心理上是如炼狱般的两天 当时他的最后一位对手 欢欢打出G一时 他的武汉之行结束了 他的成绩是季军 外加一千元的奖金 可惜武汉赛区只有两个出现名额 后来武汉赛区赢下Sky的冠军 在中国区总决赛获得亚军 又在韩国的世界总决赛止步16强 这次比赛虽有遗憾 但一千元奖金是实打实的 Sky从出生那一刻从没有拿到过这么多属于他自己的钱 比赛完后 盖哥又请了两位队友大吃了一顿 来时武汉阴雨绵绵 去时已是晴空万里 谁无暴风静雨时 守得云开见月明 02年的比赛让李小峰忽然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变了 连气场也变了 西安之后的武汉之行 对Sky的心理素质进行了一番磨练 李小峰在心理上已开始接近真正的高手 甚至他的心理开始反复响起一个声音 2003年的WCG不见不散 等到明年一定要称霸全国 接下来Sky的星际之路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他又是如何成长成人皇的呢 目前Sky的故事我已经做了三期 对前两期感谢的小伙伴也可以去看 我现在越做越想把这个系列做好 也会花更多时间去整理下一期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